谁也没想到 天崩开局的她即将跨去到美府 成为篮球明星的女儿 这是贵州七英第一次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 她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丝毫没有意识到她的命运将会从此改变 女孩原名叫谢湘君 在她六个月大的时候被亲生父母遗弃 后来被贵州的一家福利院收养 2016年 一对来自美国的年轻夫妇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将她领养 而这一段缘分其实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 贝卡和丈夫原本拥有两个帅气活泼的儿子 可他们却一直想要一个女儿 而当他们了解到中国孤儿领养计划 于是夫妻二人决定来中国领养一名起因 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小祥君的照片时 就被这个可爱切弱的女孩深深吸引 经过一年的准备 他们终于办完了小祥君的领养手续 并为她取名塞拉 为了更好的迎接女儿的到来 他们重新翻修了房子 还提前为女儿装扮了温馨的房间 两个儿子得知有了妹妹后 总是缠着妈妈问妹妹在哪里 妈妈拿出地球衣 置着地图上的中国地图告诉儿子 他们的妹妹就在这里 终于在做出所有准备后 夫妻俩就马不停蹄地踏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来到了贵州的这家儿童福利院 当小祥君第一次见到金发笔眼的杨妈妈时 懵懂得她一脸茫然 直到福利院的一公爷爷告诉小祥君 这就是她的妈妈时 她才喊出了生平的第一句妈妈 而美国妈妈在看到心心念念的中国女儿后 欣喜之余也赶紧送上了提前准备好的礼物 看着女儿对玩具无动于衷 美国妈妈试探心地一把将小祥君抱进怀里 轻浮起她的小脸蛋 小祥君可爱的模样 让年轻的美国妈妈心都被融化了 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 每一会小祥君就放下了戒备 她不但开心地给杨妈妈喂零食 嘴里也是不停地喊着妈妈 此时此刻的小祥君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妈妈的爱 为了让孩子记住自己来自中国 他们并没有着急带走小祥君 而是特地带着她游览了我国的大好河山 一家人的默契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加深 半个月后 一家人登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 在上飞机之前 小祥君好奇地用放言问爸爸 就这样 小祥君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后 一家人终于回到了美国 哥哥和众多亲戚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 他们在家里给塞拉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塞拉如同公主般受到亲戚朋友的万千宠爱 而她也开启自己全新的生活 习惯了水泥地板的她第一次踩在新家的草坪上 这样她不知所措 塞拉从一个孤儿融入到了大家庭 成为了女儿 成为了美美 成为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在新家里 塞拉体验了人生太多第一次 第一次去游乐园 第一次见到了只有在电视里见过的迪士尼 第一次见证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雄伟壮观 第一次见到了大海 第一次观战爸爸的篮球比赛 所有塞拉没有体验过的 他们都带着塞拉去经历 爸爸妈妈带着她几乎走遍了大半个美国 无论到哪 塞拉都是被家人当作宝贝一般呵护 塞拉失去的童年 都在美国爸爸妈妈这里被家被弥补找回 这让塞拉从最初的胆怯内向 变得自信和开朗 浑身散发着自由活泼开朗的孩童气息 而这距离她被领养才过去仅仅一年时间 塞拉被遗弃是不幸的 可遇到生死亲人的美国父母 被哥哥宠着父母挨着 秒变全家小公主 塞拉又是幸福的 如今的塞拉在家人的关爱呵护下慢慢长大 三年级的她成了拉拉队队员 她就像公主一样被托取在掌杏上 笑容是那么的灿烂